如何来做这个例子呢 我们用niagra系统 我们找到这个我们的例子文件夹 fx 来创建一个空码处点右键.fx niagra系统 好 例子系统呢我有专门的这个课程 你可以单独去看这个地方呢 我就讲 我就稍微简单的来讲一下 首先呢选择这个来自发射器的新系统 我们选择一个叫做 这一个范范围 Omini Directional Burst 它能够发射出一个一堆例子 用这个 用这个作为模板来创作 好取个名字 叫做 这个 file flies 萤火虫 file flies 可以看到 现在啪闪开一堆 然后再往下掉 往下掉的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gravity force 重力 我们把这个重力先删掉 可以看到啪 它现在是往四周闪开 往四周闪开 然后这个我不需要闪到这么开 是因为这个 add velocity from point 从中间点发发射一个例 我们把这个变小一点 变成到这个50到100 可以看到这样子呢 闪开 当我们手伸出来的时候 这个例子闪开 我们再改一下这个例子 怎么改一下 我想想看 首先让它的生存时间更加长一点 在这个initialized particle 例子的基本信息里面有个lifetime 它的生命周期 我们把它变到8到10秒钟 8到10秒钟 然后它的大小 我们也改一下 大小 大小在这个地方 就做换成这个random uniform 就能够有两个 有一个范围的值 有大有小 我们把它设成0.5到1的大小 然后这样的例子就会比较小一点 比较小一点 但是现在太规整了 这个例子太规整了 我们可以加一个什么东西呢 加一个叫做colon noise 叫做卷曲噪声场 这是一个向量场 这个加进去以后 我们点下这个修复问题 加进去以后 它就会开始四周的随意来走动 可以看到 我们把这个力变大一点 变成200试一下 先试试看 OK 这样子 它就会更加有萤火虫的感觉 它自由飞舞 自由飞舞 另外我们把这个drag放在它的底下 drag什么意思呢 它也是一个力 但是这个力是拖转 能够把飞舞的速度给减慢 来加大一点 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乱飞的速度就会减慢 好大致做一个这样的例子 嗯 因为我刚刚说 我们的这个萤火虫能够点亮四周 对不对 现在这个例子是不发光的 首先我们让它发一点点光 我们把这个scale color这个地方 的RGB值 这个RGB 我们把它的蓝色加大一点 加到5 可以看到带一点点蓝色 带一点点蓝色 另外呢 在这个渲染这个地方 我们加一个什么东西呢 叫做光线渲染器 光线渲染器就是它能够发光 能够照亮你的环境 好 我们加到这个光线渲染器以后 在这个半径 半径缩放这个地方 它能够照的范围呢 我们把一遍带下变成200 添加一点点颜色 添加一点点颜色 我希望它是这一个带一点点蓝色的 蓝色的光 好 就这样子呢 我们就创造了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待会我们通过按键盘上一键 然后释放出来 不过呢 我先试试看这个例子 放在这个里面好不好看 放在这个黑色的地方 这个例子还是有点偏大的感觉 我们再来试一下 嗯 这个例子的亮度可能太难了 太难 蓝色有点过多 我们把蓝色稍微降低一点点 在这个光线渲染器 因为蓝色有10对不对 所以呢 就加到一点啊 好了 要带一点点蓝色 带一点点蓝色 然后这个例子的大小 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个scape sprite size 把它的这个大小子 我们先去掉 不要它的大小 嗯 还是skate color 没有问题 就还是这个大小 好 Calculate size 我们把这个也去掉 这样子例子就很小了啊 例子就比较偏小了 所以呢 数量上我们需要可以加多一点点啊 数量上在这个地方 spline burst Instant stages 我们就把这个count加到这个2000 可以看到哦 这个量有点大 300 好 我们试一下这个300的这个感觉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例子就很小了啊 很小了 嗯 让它重来一次 点随便点个什么东西 好 现在这个例子的感觉还行 还行 我们把例子稍微变大一点点啊 再变大一点点 0.8到1.6 1.6的大小 好 就差不多了 这次呢 待会我们可以 用它来放出这个技能点亮这个场景 好 好 那次现吧 感谢您了